有年假去澳門快閃一轉 這晚來到科學館 別以為我去看展覽 見到這隻兔子就知找對地方 這間法國餐廳景 靚 酒 靚 廚師也是靚仔 每晚自供應10道菜 tasting menu 菜式經常轉變有fine dining 的氣勢 亦顯示出大廚的自信 餐廳以兔子為名 其實更像是鳳凰 三年多前開業半年 一場大火令它和科學館存位 今年11月重開 可以說是肉火重生 10道菜 藥港材料 未至最頂級 但在大廚手上 波士頓龍蝦半熟 肉質超乎想像的細嫩 配香茅脆條 口感豐富 美國牛扒用咖啡豆以低溫焗4小時 上碟時配栗子果仁香味道很和諧 菜單亦有鵝肝 魚子醬 白松露三大珍貴食材 鵝肝配以雞油菌 羊肚菌 和菇菌湯凍 以菌香提鮮 聰明 可能大廚是華人 將歐亞菜式和諧地融會貫通 以這個水準 它很可能是澳門最新的升級餐廳 中文字幕提供